好 常常两个月的暑假确实是多采多姿的 很多体验活动 很多的营队活动都会让孩子们暑假更精彩 接下来我们看两个营队活动在暑假 分别是台北市的松山 还有新北市的新泰地区 两场营队活动都招募一些孩子共同参加 透过游戏来学习科学原理 也同时在里头学习生活理 漫长暑假如何远离3C台北松山区 慈激亲子人文科学营 我最喜欢风中起源这堂课 因为它让我学到把空气装进气球中 可以让东西移动 善用科学也带入环境教育 洗手台这个下面这里 然后可以放像你洗好的东西 你就可以把那些水倒到花盆那里 所以才不会浪费 新北新泰区的儿童营队 童话森林贯穿两天活动 所以我们环保要 就是要爱护地球 这样子北极熊的家庭还不会被毁掉 生活常轨吃饭礼仪 也安排在人文课程中 椅子坐二分之一坐下来 因为你坐满的话就会 拖背对不对 你坐一半的话自然就会停 营队中教导孩子自我保护 自我保护 是步骤可以用到生活的上面 就拖延时间 比如说先说跟对方说要先去上厕所 然后就只打110或113就直接落跑 毫无能场的儿童营 动态欢乐 尽兴养兴 暑期不空过 但新闻真正美志工台北综合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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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